Hello Hello 昨天有一宗虐狗案發生了 在我旁邊有蕭蕭 蕭蕭蕭,我想問一下 蕭蕭蕭,我想問一下 這宗虐狗案是怎樣的? 其實這宗虐狗案是怎樣的? 今天是19日 昨天18日有幾條片段封傳 所有貓、貓、狗、狗的群組 全部都有 這條片是一間狗舍 那間狗舍在大埔那邊 在片段裡面 我們看到有一個肥女人 跟狗在洗澡 在洗澡的過程中 牠不斷打狗 扔狗 神經病 用藤條來打牠 為何要這樣做呢? 我覺得這絕對是心理變態 因為在片段裡 其實你看到 牠是流了幾條片出來的 但總共我們後來看 原來有30條片 當然是每個不同的 其實牠這個人 不是個別事件 狗不聽話 咬牠、弄牠 不是這樣的 即是牠是慣犯 慣犯 我想如果有養貓、養狗、寵物 看到這條片 大家都應該很生氣 非常生氣 因為我們會對貓、狗 有同情心、有憐憫心 同情、憐憫 而且那些是家人 其實是家人 所以貓和狗 其實是每個家庭的家庭成員 然後我們昨天看到這條片 在網上看到這條片 大家的反應是很生氣 真的很生氣 因為牠對狗 是不停拳打腳踢的 是很過分的 所以這條片 在昨天晚上的影片 封傳之後 警方在19日 即是今天 凌晨時間 把28歲的女負責人 拘捕了 做得好 非常之快 非常之快 很快 在昨天過完之後 今早凌晨 就已經拘捕了 所以這件事 其實大家在這個寵物界裡面 所有的人都看到 都很生氣 然後另外 就是在今天的時間 在這件事發酵之後 其實網上有傳 原來這個店舖的主人 是黃的 是否整件事好像變成大意味 你說得對 因為其實 那些黃絲 那些人經常滿口仁義度 是的 但是暗底裡 完全是另一回事 是的 其實那些黃絲 經常說到很公義 很正義 原來發生這些虐狗案 那個店主是黃的 網上說它是黃的 然後今天再晚一點的時間 看到一個鐵文 這個鐵文是其中一個 被虐狗的主人 哦 那很生氣 當然生氣 生氣到震 他說認識了這個狗 八年的時間 都這樣對他的狗 是的 認識了八年 很長時間 你想著 日狗 我們有一句說話 叫日狗見人心 八年你都不知道 原來這個人是這樣的 還要是平常門口 好像很正義 他們是把正義放在自己身上 所有正義的事情 都是他們用來說 他們的立場是這樣的 是的 然後這件事情 看到之後 就更加生氣 為什麼會更生氣 因為大家看到 其實生氣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平常都說了人義道德 但是你做一些 完全是不能夠接受的事情 大家生氣的地方是生氣的地方 你表裡不一 如果你一開始 人家人家 都知道你是一個壞人 OK 這個壞人 沒問題 沒所謂 因為你是壞人 我也不會找一個壞人 去幫我處理 去照顧我的小狗 所以 不是 平常你們這些小狗 或者是滿口仁義道德 但是原來暗底裡是這麼殘暴 這麼卑鄙 這麼瘋狂 真的很瘋狂 說好像很充滿愛心感 但是就是虐待狗 嗯 另外呢 我想說 另外他也說了一件事 就是 這個編文傳了之後 也有一些黃營那邊的支持者 因為他們有一句口號 那句口愛 大家都知道 是什麼 那句口號 合爆也不割 合爆也不割 是 不分化 不割 合爆也不割 約狗也不割 現在真的可以再加多一句 現在給他們 約狗也不割 當然他們 他們在這條店 那個狗主 即是被約狗的狗主 發了這句聲明之後 講了這篇文章之後 有一些黃營的支持者 就在這裏說 就說 你也傻的 你是不是亂爆啊 就算他是黃 你應該也不要說 現在被人家對家知道了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心態呢 其實 其實他們這個心態 都很小學雞 除了小學雞之外 其實 因為他們一直 都是用很多方言 去把他們黃營的人包裝 包裝得很正義 所以有什麼壞事 就不想讓人知道 就好像他們的獨媒 都是這樣 把那些暴徒所有東西都美化了 現在全部摧毀了 他們一路精心包裝的形象 摧毀了他們這個 所以他們現在很玻璃心 因為他們這個形象 被徹底摧毀了 所以就叫那些人不要包 就叫那些人不要包 不要趕出去 不要讓人知道是黃營 就算是黃營 也不要讓人知道 是啊 自欺欺人 當然不讓人知道 對他們來說 已經沒有那麼低階一點的影響 他們還要不難 還要交代 摧毀他下藍電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了 其實這七個月來 我們看不少了 對 他們好像自己打爛東西 摧毀是警察做的 所以他們很卑鄙 卑鄙的事情是做不到 沒錯 完全沒有底線 而且他們那句口號 都完全有邏輯問題 經常說合爆都不覺得 什麼不分化不過謝 這些口號其實在隱藏著的意思是什麼 隱藏著的意思 掩飾他們的壞事 掩飾他們的壞事 所以才不覺得 而且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無論做了什麼不道德的事 他們都不會覺得有問題 其實是 他們自己的口號 其實已經表露了 他們自己多壞 他們就是不道德 對 這一句口號就是 其實最深層的意思就是 他們就是不道德 你說得好 他們就不公義 不道德 你說得很對 因為如果他們公義 怎麼會叫別人合爆都不割呢 他叫得出合爆都不割 其實他們真的有些壞事 但你就想抹著人心 叫別人不要割席 我怎樣壞都好 你都不能割席 對 說得好 不過所以這件事其實 傳了出來之後 大家都非常生氣 對 這樣就希望我們 我們也都希望 警察今次可以送出質法 然後將這個虐狗的人 成績於法 這樣 也都不希望 在未來的事件裡面 再發生這些 這些不開心的事 因為其實大家看到 除了生氣之外 也都很心痛 很傷心 其實 真的 因為你虐待貓 都是很沒有人性的行為 而且最沒有人性的 就是明明是黃絲 黃店 然後還想屈去藍店 說情願這些事不要讓出去 不要讓別人知道 原來黃絲是這麼壞的 然後還要駕駛別人 把這些事屈下去 說是藍店 真的很卑鄙 如果這些事發生在 我覺得有時候 有些事不應該說陣營 什麼不風化不割 合包都不說這些口號 根本就是無恥 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是無恥 我理他是什麼陣營 他做無恥的事 我就覺得你 就是這麼簡單 他說這句 就是因為他知道 他們會很無恥 所以就說定這句口號 說得好 我們今天就說到現在